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五百三十九集 来者不善 随着一道道身影来临迷宫所在盆地 在又过去了一个时辰后 又一道身影 急速而来 所过之处 苍穹都泛起了层层的波纹 使得一些在此人之前到来的浑修与土著 纷纷色变 滚开 一声冷哼 从这身影口中传出后 迷宫入口附近的那些浑修与土著 立刻散开 使得此人直接呼啸而过 到了迷宫入口上方时 此人一顿 这才露出了模样 那是一个青年 相貌俊美 衣着滑轨 看起来与蛮荒浑修有很大的不同 似乎在此人身上有种高贵之意 尤其是他的眉心上竟有一道心痕 这痕迹似于蕴含了某种奇异之力 闪动结 使得这青年浑身上下散出莫名危呀 尤其是他的背后赫然背着一把大弓 此弓黑色 旗上竟有九道银门 让所有人看到后又是惊举 又是眼热 烈魂师家的烈魂师 四周那些魂修也都心惊 墓中露出尊敬 而那些土著则是身体颤抖 赶紧拜见 毕竟烈魂师在整个蛮荒地位都是尊高的 而那些烈魂师家更是了不得的存在 甚至一些抵御身后的烈魂师家 就连蛮荒的王侯也都很是重视 而看一个烈魂师是散修还是世家 眉心的印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只有来自炼魂师家的炼魂师 眉心才会有祖印存在 眼前这青年 虽修为不是原因 而是皆当大圆满 可是 以他世家炼魂师的身份 使得他在蛮荒 不说可以横行吗 可足以让太多人恭敬了 这青年名叫周一星 他淡漠的看了看四周的魂修与土著 没有理会 这迷宫之地 他原本是没打算来的 甚至就连与长城的战争 他也没有参与过 他所在的烈魂师家虽不算庞大 可在这一大片区域里 也算是名气不小 眼下之所以到来 他的目标很明确 正是白小淳 完整的五行天兽魂 就算是家族里能勉强拿得出来 可却轮不到我 只要杀了这白小淳 我就可以直接获得 结音后 我说不定还可以推动自身的炼魂层次 去尝试炼出十色火乃至十一色火 若能炼出十色火 我的炼魂层次就可达到三级巅峰 而若真的炼出十一色火 我从此之后就是黄品烈魂师 想到这里周一星目中闪漏七代 一晃之下冲进入口光芒一闪被传送进了迷宫内 此刻的迷宫中进入的人数之多已接近了二十万 这里面长城修士只有三万 余下的都是蛮荒混修与土著 其中还有几百个炼魂师 如此多的人数都是在进来的遗数被随机的传送到各个位置 在这迷宫内扩散开来 可这迷宫太大了 二十万人进来也都无法掀起太大的浪花 尤其是迷宫错综复杂 神识会被压制 追杀白小春的那些人走着走着 就不知不觉的分散开来 尽管始终都在寻找 可到了现在还没有找到白小春的踪迹 越是如此 这些蛮惶之羞就越是着急 生怕白小春被其他人抢先灭杀 于是寻找是更为急速 以至于在寻找的过程中 哪怕是遇到了长城的修士 也都因不愿浪费时间 所以大都是目光一扫 立刻就呼啸而过 继续搜寻 虽不是所有蛮惶之羞都这样 可总体而言 白小春一个人 也算是成功的吸引了 绝大多数的蛮惶之羞的注意 使得长城方面的修士 在这迷宫内压力大减 当然若是遇到落单的长城修士 杀人夺宝的事情还是会出现 甚至不仅仅会生在长城修士身上 就算是蛮荒还修之间 这种事情也会出现 与此同时 这迷宫中种种诡异的匪夷所思的事情 也在很多区域陆续的发生 此刻的白小春早已戴上了人皮面具 化作了中年修士 在这迷宫内小心翼翼的前行 他一路谨慎生怕被人认出 之前进入迷宫后 他就立刻展开拳宿 左绕右绕 所以成功的将追击之人都甩开了 可他也一样迷路了 而且他也尝试展开融入天地的树法 想要看看自己能不能离开这里 可却发现 这迷宫竟存在了某种风意虚无之力 使得他的融入天地无法展开 迷路有什么呢 在这迷宫里 大家都在迷路 白小春安慰自己 柔了柔眉心 觉得自己有些绕晕了 看着四周的一面面墙壁 怎么看都是一模一样 与自己这一路所看没什么区别 这迷宫内存在了无数的墙壁 而且都是与顶棚连接 使人无法飞出太高 自然也就难以窥看全貌 同时 灵石这里也都被压制 甚至白小春也尝试的去轰击墙壁 可却发现其坚固无比 难以撼动 至于记号 自然也无法留下丝毫 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在踏入这迷宫的一刻 白小春就发现 这迷宫内充满了阴寒 这阴寒与他的寒气不同 那是冥死之意 似这迷宫如一个巨大的墓地 那种阴冷的感觉 让白小春好多次都觉得 背后有人在盯着自己 可他回头时 却发现没有丝毫端倪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呀 白小春轻咬着嘴唇更小心了 走出几步后 他忽然面色一变 猛的停顿下来 眼中露出锐利之芒 整个人仿佛化作了即将出窍的利剑 与此同时 在他前方的一个拐角处 此刻有四道身影 急速的冲出 这四人三个是魂修 还有一个是将身体压制在了 一掌多高的突出巨人 这四人显然组成了一对 修为不俗 竟然都是皆单大圆满 尤其是其中一个魂修 似乎体内有着猿鹰雏形 竟是一个结鹰失败 成为了假鹰镜之人 这种假鹰镜 对于修士而言 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好事是什么呢 修为在结单大圆满之上 更进一步 可坏事却是此人 此生想要冲击猿鹰难度之大 是其他人的十倍以上 此刻 那土著巨人的前方 似作为防护之勇 至于那三个魂修 衣着虽不算华丽 可他们的身边 却有各种法宝环绕 其中二人身边 有青红二色的飞剑昏鸣 这两把飞剑材质一般 可在其上竟都存在了六道银纹 这代表了这两把飞剑都是列灵六次之物 而最惊人的则是那假鹰魂修 他的头顶漂浮着一个闪光的宝珠 这宝珠上赫然流转着七道银纹 这四个人神色警惕 从拐角走出后 立刻就看到了戴着面具的白小纯 纷纷的双目微凝 白小纯站在那 也盯着这四人 这不是他在这里首次遇到的蛮惶之秀 在这之前 他也遇到过树伯 有面具在 那些人大都没有理会他 只是打量一番就离去 双方都彼此盯着 几个呼吸后 白小纯后退几步 让开道路 那四人目光闪动 看了看白小纯身上那些铠甲 缓缓靠前 可就在彼此之间 距离十丈的刹那 那四人中的土猪猛的嘀吼了一声 向着白小纯这里 宁笑着重来 他们没有看出我的身份 这是看我身上有铠甲 而且又是一个人 想要杀人夺宝 此战 要战局 白小纯眼中寒芒闪过 在那土猪巨人冲来的瞬间 他没有后退 而是向前一步冲出 速度之快 让那四人面色骤变 还没等看白小纯这里的身影 就听到了一声轰隆隆巨响 以及那土猪巨人的凄厉惨叫 这土猪巨人的身体在半空中猛的顿住 整个神区猛然爆开 血肉被一股大力卷动 仿佛化作了血界 直奔那三个浑袖而去 直至此刻 他们三人才看清了 站在那土猪巨人崩溃之处的白小纯的身影 也看到了他收回的一拳 三个人 双目猛的收缩 内心是咯噔一声 直到招惹了强者了 可如今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三个人都是上过战场的昏休 直到狭路相逢勇者胜 此刻纷纷的杀意更浓 至于那些来临的血界 因蕴含了毒素 虽然对三个人都造成了影响 可他们自有克制的办法化解 只见那甲英修士 头顶的宝珠一闪 短时形成一道光幕 将那些血界阻挡在外 虽还是被穿透了一些进来 可三人却没有在意 杀意爆发 冲向了白小纯 嘴里大喊着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